我房子晒太阳最好的房间就是这个 看 晒一下午 这个房间特别暖和 24度 感受一下阳光 哇塞一只虫子 嘿 冬天的话太阳比较斜 可以晒到那个位置 这个房间是冬天最暖和的房间 我们家哪来的这么多毛毛 要是有个戴森吸唇器就好了 就不用这样扫地了 我想要戴森V11 看我们新疆的灰尘 我们新疆的这个封纱还是挺大的 地上会拖出来这种毛团团 这都是一些什么东西 灰尘 灰尘能变成这样吗 衣服洗蛤蟆现在开始晾衣服 自从进入到秋天以来 我们就再也没有登上过我们的阳台了 现在去接刘萌萌 今天刘萌萌会非常开心 因为今天是妈妈接 平常都是我来接 你接她的时候她是什么表情 她也很开心 十分的开心 她有几分 七分吧 我们晚上吃个带鱼 今天休息了 难得可以早早回家做顿美食 我们今天吃带鱼 天呐 你这袖子把那个鱼给弄了 带她去换衣服吧 他们负责做菜 我来准备水果吧 现在我们家冰箱里没有肉 肉都吃完了 就水果最多了 石榴 这是苹果 这也是苹果 这里有桃子 然后香梨 葡萄 葡萄 我们又来吃螃蟹了啊 之前发了两期吃螃蟹的视频 网友们都说我们不会吃螃蟹啊 我们确实不怎么会吃螃蟹 这是最后的一点螃蟹了 今天吃完就没了 剩下都是母的 诶为什么 不是的 我们本来也不会挑公母 我们也本来也不会挑公母 为什么这回剩下都是母的 难道公的太活跃了吗 被我们吃掉了 你刚弄了几个也都是母的 嗯 看来母螃蟹非常会躲呀 之前的视频好多网友留言说 我们的螃蟹都是公的 结果现在剩下的全是母的 这还剩的半个火龙果 这里面倒水一看 这是用勺挖的啊 不是啃的 咱们先摆这个最大的苹果吧 桃子 香味苹果 还有果套 刚好有一点温 这个要掰开摆的呢 才看上去才过瘾 嗯 火龙果 好了我的水果拼盘就做完成了 好 库尔勒香梨 阿克苏的苹果 还有我们新疆的葡萄 喀什的石榴 哎呀 待会吃完饭 我们就来吃这个 这些螃蟹死了啊 我们冻在冰箱里的 螃蟹死了 它那个壳里面好多东西变黑了 那是母螃蟹都是黑的 母螃蟹都是黑的 公螃蟹都是白的 嗯 这个螃蟹还是不太适合新疆人 这是很多个螃蟹的蟹黄 收集了一碗 这个应该很好吃 直接进烤箱吧 不然的话你再会倒出来 你倒个 不用了我先把它们都弄好弄好之后 到时候倒水炖的时候 直接把它放到那个上面不就行了吗 放到它上面的时候 放到 夏天的时候这个维拉门用不上 但是冬天的时候做饭 因为要关窗嘛 不通风了 还是挺好用的 哎呀掉的到处是瓶盖 给它分个边儿 让这个蟹黄凝固是吧 锁住 锁住 不散 不散 啊完美 嗯 呼呼呼 这个一会儿给谁吃 你吃 给我吃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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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今天好丰盛啊 很久没有在家做过饭了 嗯 嗯 嗯 很棒 我要吃这个了 马上就说 我先唱 啊刘萌萌先唱吧 嗯 好不好吃 嗯 好好吃 我先尝一点啊 嗯 哦这个 直接吃有点腻啊 这个蟹黄油 我们来个蟹黄油拌饭 我以为好吃吗 温温温吃起来肯定有 苦 很腻的感觉 不是苦是腻 真黄你看 来上一勺 嗯 来刘萌萌来一勺 你不来不来 你少来一点 你尝一下 少一点少一点 嗯太多了 他吃不下去 哈哈 哈哈 赶快加一点你的米饭 我刘萌萌吃不惯 嗯 人间美味 人家收380 你待会给我80就行 待会你给妈咪洗千碗墙 我可不哭 香 这个带鱼不错 非常好吃 非常下饭 嗯螃蟹 感觉对螃蟹实在是没有感觉 吃起来太麻烦了 哎呀吃完饭了 我们来一个水果 来 有人一个盘盘 把这盘水果给他吃了 太棒了 还要石榴 哇 各族人民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嗯 哇塞 太美味了 嗯 来 可以 老爺今天这是我吃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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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吃的水果 我可以吃的水果 我吃的水果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